3月2日 用上帝的应许武装自己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5章8节 当保罗说 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时 罗马书8章13节 我认为它的意思是 我们应当使用圣灵的装备里 那个有杀伤力的武器 也就是宝剑 就是上帝的话 以福所书6章17节 所以当某种恐惧或渴望 要将身体带入有罪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 杀掉那恐惧和渴望 以我的经历 这主要表明 用来自至高应许的力量 切断罪的应许之根源 例如 当我开始渴望某种不正当性欢愉的时候 通常可以斩断这个应许欢愉的根源的宝剑挥舞是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5章8节 我回想 在以洁净的心更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时候 我所体会到的快乐 我也回想罪的欢愉过后 那短暂肤浅和压抑的余味 借此 上帝已经杀死了罪的征服能力 在受到诱惑的那一刻 心里有上帝的应许是成功战胜罪恶的一个关键 然而 有时候我们脑子里没有完全匹配的上帝的话语 并且我们没有时间从圣经中找一个量身定做的应许 因此 我们都需要备有一个小的宝库 装着上帝一般的应许 每当恐惧或渴望威胁着要将我们引入歧途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能用上 这里有四个我经常会在对抗罪恶时使用的应许 以赛亚书41章10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帮助你 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菲利比书第四章19节 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以及在菲利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中 我已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以及当然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清新的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你要不断地添加上帝的应许宝库 然而不要忽视上帝已经借着赐福于你的那些已选的应许 随时准备好旧的 同时 每天早上 找一个新的 用来伴随你 度过那一天 两样都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